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次的新货 两只翡翠手镯 小圈口的51的 拿回来的时候呢,我就犯怒了 我说这多大的手能呆呀 我最大幅度能呆到54 这是51的 我估计体重应该在80斤差不多 能呆,而且手要特别软 手硬都呆不了 所以说呢,能呆得上这只手镯呢 也能剪点肉 但是呢,你又说想买这种手镯 真不好买,因为 这么小的圈口的货也很少 刚好这次捅过来的 有大圈口有小圈口 他觉得性价比很高,所以就拿了这只 春奈彩的,品质比较完美的 总水还行,挺好的 整个一圈这些都是绿的 这地方带点紫,肉比较细腻 但是打不到通透 就是在我的心目中,翡翠打到通透 价位都比较高,哪怕是吊坠 如果说像这种买绿的 你只要打到通透,我都觉得是六位数以上的 如果说手镯打到通透的,不到六位数的话 那肯定是没有颜色,能打到通透 通透,这两个词我们看字面上也能看出来 必须是通的,还能透过来 就是你从这面能看到这面手,才能打到叫通透 一般的时候我不敢用通透两个字来形容 这两个手镯呢,都只能叫老诺种 冰我都没打上 因为手镯这一块只要达到冰了 价位又很高 所以说还带点颜色 这一支是五十六的圈口 这一抹绿特别漂亮,颜色特别辣 只能,这两只手镯呢 给我的感官就是颜值上非常好看 但是呢,总水这块呢,稍微缺缺点 我一直强调,手镯这一块呢 你要求颜色,你就达不到总水特别好 就不管是有没有颜色 你手镯只要打到通透两个字 就是价位都非常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五十一的这支圈口呢 它整个的这个绿色,它颜色不是特别辣 是属于那种正阳绿 这块,整个这块啊 就是比较冰了 就是达到,那可以说是细糯了 就是比较透 但是它,嗯,没有说那种就是特别磁地的 它没有哈 基本上整体来说还是很好的,不错的 颜色这块特别好看 它这有点 其实这一点紫色也尖光不死的 特别好看 这个地方呢,稍微带一点点棉 但它棉呢,不是那种那么磁石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棉 翡翠有点棉,都太正常了 尤其是手镯 这块也像,好像有一点点棉了 这都是翡翠的结构,都属于正常现象 这点紫色 如果说这只手镯没有这点紫色 我觉得颜值上会差很多 嗯,黑龙江有名女小手 她看好了 但是她就觉得这条紫色不是特别喜欢 就选手镯,真是缘分 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也说了 不达到我们全 十全十美那么如意 所以说呢,达到七层就可以了 真挺好看的,比较完美 拉一下全个尺寸哈 五十一点五 十二点三 九点二,比较厚 七点,达到八以上 手镯就比较厚了 这个比较厚 这一支呢,是五十六点几的一圈 这一支是五十六点六 宽度是十二点九 厚度是八点六 这抹绿啊,简直太漂亮了 就是,它这个颜色比较正 也可以说,色比较辣吧 整个一个总碎也挺好的 不错 上次看呢,是在纸包上看的 纸包上看呢,就是 总碎这块要稍微要好点 纸包拿下来,就能稍微差一点点 所以说呢,我都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买手镯的时候 就是憋着纸包上拍视频看 要和食物要差不少 所以呢,今天这样我给纸包剪下来了 下面的增书都做了 这是增书号 总体看一下 我今天呢,作为一个 不说资深珠包人嘛 可以说就是这个行李混呢 提醒大家连点 第一点呢,就是大家买翡翠的时候 不管买什么珠包的时候 一定要有国检增书 这个国检呢,就是你们在网上 可以查得出来 他家这个做增书的这个资质的 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 不说七天无留退货吧 最少是48个小时退货 让你有个思考或者是有个缓冲的一下 如果说24小时退货呢 比方说你 如果说你 早上收到了 你这一天又是工作时间 就是自然白天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看 你再过一个晚上 晚上 看翡翠根本是看不清楚的 所以呢,等你到第二天的时候 高好是24小时 你没有再考虑的时间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连点 因为现在呢,就是网络比较发达嘛 各个平台都有 所以你们也在网上交易的比较多 包括我在内 我也是在网上销售 即使我有尸体店 但是我现在尸体店的生意和网上 真是没法比 我大部分的营营额 基本上都来自于网上 尸体这一块呢 我只做我的VIP客户 就是不是VIP客户 我都不接了 所以呢,就是我在网上的承诺 就是七天无留退货 假一赔驰 这是我们家的底线 但是你们在别的地方去买的时候呢 最少是48小时 一定要有果减增速 有的人会说 哎呀,增速就10块钱做的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你去果减的地方做增速 你拿10块 你拿10块 人家也不给你 不是A货匪 所以人家也不给你出A货的 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喜欢贵云 继续点关注点赞 拜拜,明天见